人所有的情绪都需要表达,需要释怀,但有些眼泪,只是和一个人流,有些眼泪,不需要立刻流,尊重成熟的人,都懂得转身后流泪,很多人以为成熟,就是因为坚强,是强行抹去个人情感,其实,成熟是当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能够保存一分理智与善良,最大限度的减少不良情绪, 对别人造成影响的时候,你就是成熟的,成熟是一种境界,是一种高度,热力的广度,精力的厚度,苍苍的深度,悟性的高度,决定了成熟的程度,周国平说,许多人所谓的成熟,不过是被习俗磨碎了棱角,变得是古而实际了,那不是成熟,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消亡,真正的成熟, 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,真实自我的发现,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,真正的成熟,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,一半是对残缺的接纳,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,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,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但看不换别人的时候, 不要急剪下判断,不妨换位思考,多了解一下对方,尊重别人的不同,成熟,就是允许,尊重别人与你不同,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,成熟,就是不断的修正自己,面对那些看不惯的东西,尝试去包容,接纳,成熟是一种逐迷不防流水过,山高起爱白云飞的包容, 真正成熟的人,是能够守得诸刺身的立场,同时也能容得下对方的功点,成熟不是唯唯怒落落,人云云云,它是一种坚持自己的病性,而不随波逐流的境界,成熟不是狂妄自打,更不是悲哀的低声笑气,它是沉稳而泪浅,成熟,是藏在心里的打定,是可在脸上的坚强,在大师大飞面前,镇定自若, 在索罪小事面前,不予计较,当你不那么容易感动了,成熟就是理性,不那么容易愤怒了,成熟就是人滑,不那么容易幻想了,成熟就是接受是现实,成熟的人,并非他的心上无尘,而是他会经常将尘埃,轻轻哭去,成熟的人情绪不会大起大落,生活不会患得患事,他的内心是宁静的, 平和的,成熟的人,甚于言,敏于是,欲是绝不盲从,堂然看待发生的一切,他们身安不知而言,不知,知而不言,不忠的道理,成熟的人,懂得尊重,看人不是看别人是本富有和社会地位的高低,重视的是人的心性,知识,品德和素质, 成熟的人,并非是能说出多少高深的道理,或者知想境界达到多高,而是他们带人接物让人舒适,不悲不亢,能理解和包容身边的人合适,成熟的人,会希望自己的爱人,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,更重要的是,成熟的人,懂得自尊自爱, 成熟的人,不会盯着不去不放,也不会对未来失望,还会心存心里感激,认真的把握现在,成熟,是一份担当,是一种苦涩,还是一种隐忍,所有的这些,换来的是别人的快乐,也是自己的幸福,感情上的成熟,不是懂得很多的技巧, 而是真心诚意的,理解对方,善待对方,哪怕观点不一,也能求同存异,成熟从来就不是智力上的升级,而是情感上的叠变,一个人从天真幼稚走向成熟,本种是艰难与痛苦的,泰哥尔说,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,无意到达光明,只有当你能够不被任何事情伤害,你才有资格说,成熟就是对全世界, 感谢的温柔以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